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请翻开讲义128页 我们昨天主要是说了两个概念 关于知识名号 两种不同的注释系统 一个就是米特尔姐所说的 试词与礼词 对于知识名号从众生这一边 理解的是有智解还是没有智解 是从事项上 还是从意理的体认方面 所以分出试词与礼词 另一方面 善导大师的系统 它是没有这个概念 它就讲本愿称名 那我们阿弥陀佛经里边 这个知词名号以善导大师的理论解释 他不会说事词理词这样的话 他就说这是本愿称名 这是因为顺了阿弥陀佛的本愿 所谓职位弥陀洪世众 这是凡夫念及生 那么这两种对知词名号的解释 它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系统 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传承 那我们学法一定要依据我们的传承 那么以善导大师呢 因为站在阿弥陀佛本愿 这样的一个高度和立场 所以呢 他不会落在众生的层面 去就能称名的方法啦 什么高低啦 角度啊 说得很少 那都站在阿弥陀佛的本愿上 说定散随机 理事相应定散随机 义不领络 所以这种解释呢 就显得非常的高妙 他的角度 他的视野 他的高度 那就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本人 我们这个法门的传承 就是一句善导大师的本愿称名 那昨天呢 你讲的比较多了 从根基啊 时代啊 他的一些 立场的说明 为什么 梅特尔杰做这样的解释 那我们之所以说 这是两种 它就像两条路线一样 它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也有不同的一个 展现的方法 它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比如是 就是这个 事迟里迟啊 他就是站在一个 圣道门修行 一个基本的 教理展开的 一个立场 就是站在凡夫 信德的立场上 那么善导大师呢 都是站在 迷途 修德的立场 所以他这样对名号的 支持名号的解释啊 就展开不同的层面 包括后面讲的一心不乱 那都不一样的解释 如果一善导大师 站在本愿称名的立场上 他固然没有 事迟里迟这样的划分 那么对一心不乱的解释 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因为从本愿称名的 这个角度来解释 他就不会 在众生这边啊 讲了很多 让我们呢 觉得比较难 当然 从通途的 净途的教理 他也开展不出来 本愿称名这样的一个 根本的 教理基础 他没有这样的概念 但偶尔都会说到 但是把它作为一个 根本的基础 还是没有的 像米特尔姐里边 说到了 她说 新兴之极致 称名之其心 弥陀之大愿 若非如此 何以有这样的效果呢 那么她就说到了三点 心性 持名 和弥陀大愿 所以也是呢 有所涉猎 但是呢 她把这个 像上大大师 她就说本愿称名 虽然称名 从弥陀本愿来解释 她这样把它分为三个 一个力道就弱了 再一个呢 也从众生心性这边 是很强调的 比较多的 这样我们看起来就模糊 所以我们说一个法义啊 净土的法义 展开的纯正 还是不纯正 那么你怎么能够提 从哪里去分辨呢 那就从它是不是 专门立在弥陀本愿 来开发 来启发我们 这个你如果对这个法义 有一定的熏悉的素养 就好像一个人 你通过训练 那你鼻子一闻就知道了 它的味道怎么样 就是法义上是有感受的 它就有它一些 掺杂的东西在当中 所以如果说哪一本 比如说这本著作 有人讲了 这个著作假如说 这是善导大师系列的 甚至说 善导大师历史上 有一本书叫 《谜途要义》 这本书是没有了 现在没有流行 假如说什么时候 说这本书是 善导大师的著作 你把它一打开 或者什么时候 新的文献发现了 一打开发现 虽然名字标了善导大师 可是里边说了很多 是吃理吃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断定 不是善导大师的 因为不可能 按照它的路线 不可能讲出这个东西出来 就好像我们 我们从这个地点出发了 结果走在不同路线 一个从南线 一个从北线 南线是水路 北线是陆路 那么你从北线的人 看着风光 和你从南线 从水路走的 风光肯定是不一样的 他对你路上的风景的解释 一定不会一样的 那居然说 坐北路的人 讲到南路的水路的风景 或者从南路的人 讲到北路 他肯定是乱了 不会这样 所以善导大师 他站在尼陀北院 这样立场来解释的话 一定不会出现 一行不乱 解释那么高妙 那么的难 还有试吃理吃 这样的概念 不会有 不可能有 这就是你对法的一种 感受和把握 你就能判断出来 当然关于本院称民 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展开 大家回去可以看 净土宗之特色 这本小册子 上面列了很多条的法语 都是跟本院称民 相关 列为一类 下面我们说到第四点 称民如实修行 也是针对支持名号来展开的 这个称民如实修行 不是从事迟礼持来的 是从第三点本院称民来的 如果从事迟礼持来的话 那很难讲称民是如实修行 他要什么样达到如实修行呢 就是礼持破无名 破了一份无名正法身 那个时候 他在谈的上如实修行 如果仅仅从众神这一边 讲称民 那怎么跟如实修行 能结合在一起呢 几乎是 不能出现这样的表示方法 我们这一段是引用往生论 称敌如来明 如彼如来光明至下 如彼明义 欲如实修行相应故 这一段话总共四句 这一段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法语 也经常会引用 在我们本门的教理当中 这一段话可以讲非常的重要 意义也非常好 也很优美 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他讲的境界也非常的高 这是天清菩萨五念门当中的第二念 就是赞叹 第一就是礼拜 第二赞叹 那么四句呢 第一句就是称敌如来明五个字 就是口称敌阿弥陀如来的名号 也就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 观尽下品的 称敌如来明 那么为什么要称敌如来明呢 他为什么列着五念门呢 第一个礼拜门就说 微生比过异故 我们礼拜阿弥陀佛 我们礼拜阿弥陀佛 是为了往生极乐净土 那么在这句话 我们先跳到第四句来看 为什么要建立赞叹门 这称敌如来明 是为了与如实修行相应故 之所以要称敌如来明 是为了达到如实修行 关于如实修行相应 我们底下还会说的 就说你能够称敌阿弥陀佛 如来明号 你就能够如实修行 为了这个目的 才称敌如来明 不是说好玩 或者说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就说 如果你不称敌如来明 你恐怕不能如实修行 因为是一个目的 一个愿望 为了达到如实修行相应 那么就我们一般的人 要称敌如来明 那如果大菩萨 他可能未必 他已经破无名正法身了 他已经得无身法忍了 他的修行 就是如实修行相应的 那么作为我们这样的凡夫 你要如实修行相应 你必须要称敌如来明 如果你不如实修行相应 你又不能解脱生死轮回 那我们修行就是要如实修行相应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不然的话就人天上法 人天这个果报 都是颠倒都是虚为 那你永结也不能超生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最基本的是要如实修行相应 那么为了达到欲如实修行相应 就在中间两句 如比如来光明志向 如比明义 这个比如来明号不是一个空空淡淡的 好像我们一般人叫一个名字而已 不是的 这个比如来的明号 它是比如来的光明志向 是阿弥陀佛的光明 是阿弥陀佛的智慧 阿弥陀佛的光明智慧 就浓缩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你称阿弥陀如来的名号 如就是契合 顺应跟阿弥陀佛的光明智慧 吻合起来 这样它才能叫做如实修行相应 你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如比明义 比阿弥陀如来的名号 有甚深无量 为了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用 那我们称赖阿弥陀佛名号 能够和这个相应 所以它就是如实修行相应 这中间两句 它是一个理由 我们大略的 就把这句话说了一下 下面我们来分析 第一 如果就我们下列凡夫 本身的根基来讲 凭我们自立的话 没有如实修行 你不可能做到如实修行 当然对如实修行四个字 我们要稍微做解释 如 如就是契合的意思 如的意思是很深的 这个字也很难把它讲得很清楚 如 讲到如就是 好像就是如 我们在宗如师 可能请你解释 当然 如嘛 如如不动 如是 如呢 如果解释就契合 实就是实相 真如实相 真理实际 这就是实 也很难把它说得清楚 所以不妨有的时候 这语言它很巧妙 你要用许多话 所谓 语言多 义着 话讲得多了 道理反而呢 模糊了 如实这两个字 你反复的读 反复的念 你心中就有点感受 所以如实修行 就是契合实相 契合真理实相 按照真理实际的本来面貌 来修行 这个叫如实修行 也就是与真理完全相应的一种修行 跟真理完全随顺 完全的随顺了真理 跟真理实际完全相应的状态 这个叫如实修行 那我们心心念念 起心造业 完全是违背真理的 我执我见 邪念 妄想 不顺法性 像我们这样的罪业凡夫 你怎么能做到如实修行呢 所以如实修行 这个境界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如果以禅宗来讲 没有开大悟 你就是免谈 悟后起修 大彻大悟之后 稍微有一点点那么意思 他未必能修得到 所以如果我们凡夫来讲 如实修行 这个你就要免谈了 那么如实修行 如果按照通途的教理 是出地以上的菩萨 正真如而起行 已经正无了真如之理 也就是所谓的破无名 他所起的修行 就是如实修行 那么净土们来讲 法藏菩萨当初的修行 是如实修行 这我们哪做得到 网上的主就有这一段话 从菩萨智慧 禁锢 网上的主 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经常坐在那里看 我就说 如果说所有的书里面 只给你读一本书 你读哪一本书呢 我就在想 是网上的主 还是观金书 网上的主 还是观金书 这个书确实太好了 网上的主 我是非常非常地喜欢 非常的美 他的这个语言啊 非常简洁 美妙 非常的让你 和一种美的享受 应该这些话你读来之后 所以如果我们读书 还读古文 你就把网上的主 反复地读 什么你都有 文具非常的美 意理 这个表达文词 这是高人就是高人 是非常之言 不如常人治 这个书啊 写得特别好 你看这些话读起来 你真的是一个字不能加 一个字不能解 而且呢 有很大的一种穿透力 一种感染力 当然我这样讲 也许有的人觉得 怎么穿透力 你穿透过来啊 多读几遍 就你读起了他这种语言 有种很大的力量 给你很庄严的感觉 他这是讲 法藏菩萨当初的修行 据说他把功德 分为真实功德和不实功德 那么真实功德 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 庄严佛事 依法性入侵境下 哎呀好啊 这菩萨嘛 当然一些大菩萨都是这样的 这里特指呢 法藏菩萨 智慧清净业 法藏菩萨 我们人不管是凡夫还是菩萨 我们都会造业 可是菩萨的业呢 是智慧业 智慧清净业 由这个而起 这个智慧清净业 起的作用呢 就是庄严佛事 这四个字虽然很简单 它的意味很深长 像智慧啊 清净呢 像这些词放在这个地方 它都给我们极大的加持 不能简单地读过它 那我们呢 我们就是欲祸颠倒 染物不尽 如果众生来讲 就从这个颠倒染物业而起 庄严恶业 以自恶业而给庄严 你也庄严 庄严的地狱的 地狱里面本来只有十八般那个 苦惧 结果你的恶严更多 变成了 把它里面地狱搞庄严了 地狱的刀山剑树 你造业以后 剑更多了 这不是庄严地狱吗 所以你看菩萨是智慧清净业起 庄严佛事 我们是颠倒染物业起 庄严地狱 庄严我们的恶业 菩萨是依法性入侵境相 这话你读起来很夫妇 依就是随顺 依从了法性 因为它的业是依法性 所以它能入清净之下 而我们呢 所有做的一切都是染物下 就颠倒的 不依法性 不顺法性 所以这些要反过来看 你就能够了解 是法 是法就是菩萨所起的业 菩萨所修的行 不颠倒 不虚伪 名为真实功德 云和不颠倒 下面就解释 怎么叫不颠倒呢 依法性 顺二地固 所以不颠倒 顺了法性 依顺法性 这个法性 这后面加了一句 顺二地固 就是免得小乘所解释的 偏真 但空 偏真 这么一个 那就是 只是偏于真地 空这一方面 而菩萨所修的不一样 顺二地 所以二地就是缘起性空 俗地和真地 这两个 真俗是不二的 它不会偏的一边 这样缘起 就是俗地 性空 就是真地 可是这两个呢 是一致性 这样它才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就有第二句 云和不虚伪 翻过来 射众生 入鼻径禁锢 它就能够射受众生 这是不虚假 不虚伪 就是说 它的功能 作用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这个虚伪 并不说 说假话 骗人 就是说 它这种 因为它 以智慧清净业所起 庄严佛适 它这样所形成的功德 就有这种作用 它能够射受众生 然后呢 本来这个法式入清净下 它能够射受众生 自力有利他 让众生呢 进入到 毕竟 清净的极乐净土 射受你往生净土 它必须是顺二地 才有这种作用 因为射众生 众生是在世俗地当中的 它属于世间的 如果你不顺世俗地的话 你怎么能射受众生呢 你像这个阿罗汉 他就是灰身灭制 常住这个极灭当中 那他就不能有这个 依法性顺二地来 设化众生的 所以菩萨他设众生 那么如果说 你不是顺着这个真地 你怎么能够设他入 必经境呢 所以这两个就是贯通了 所以这样的达到 不颠倒 不虚伪 这就是如实修行 如实修行的效果 就这样能够射众生 入必经境 我们自己还不能把自己 入必经境的 我们把自己搞哪地方去了 搞到三个道去了 那第四点呢 这个如实修行 是极乐菩萨的修行 就极乐世界在往生论当中 说了国土十七种庄严 佛八种功德庄严 然后极乐世界的大菩萨呢 四种功德庄严 这个极乐菩萨的四种功德庄严 这四种正修行 就是如实修行 我们看往生论著 不过呢 大家可以翻到 圣教集三百十六页 迎合观察菩萨 庄严功德成就 观察菩萨庄严功德成就者 观比菩萨 有四种正修行功德成就 应知 这是黑字的地方 是往生论的原文 下面呢 是谭卵大师的解释 这种解释 非常的简略 干净利索 美妙的很 真如是诸伐正体 启如而行 则是不行 不行而行 明如实修行 启为一如 而一分为四 事故四行 以一正统治 这个需要解释 不解释 可能看不太明白 真如 也就所谓的真如实相 是诸法 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的正体 这个正体两个字 应该怎么理解 所以正体 就是它本来的体性 它根本的体性 但其实我是觉得 正体两个字本身 就可以了 这个体有所谓的正和不正 比如说我们一本书 如果我们从这个形状来看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立方体 这是形体 那如果我们从它的这个材料来看 我们说这是木质的书 这指它的质体 那么如果我们从它的 这个从文具来看 我们说这本书是由文字 这个语言来构成的 这是它的这个书 它的义理 这些这些体 但是一切万法 这些讲的都是前表的层次 它的正体 就是当体 它的根本本来的体性 是真如 是空性 你不管怎么解释 形状啊 什么纸啊 什么文具啊 这是所有这些 这都在表浅的层次来说明的 如果叫正体来讲 就是真如 一切万法 就是真如是像 的体现 这叫正体 这个正子就给人感觉呢 这是非常大气的 感到是起大无碍 无所不包 至大至高 什么所有一些万法 它这真如的正体 全部都讲完了 所以这个这一句话 它就是 所有一些万法的体现 是一个体 那如果除此之外 你可能就两个体 比如说这个佛像 是木头做的 是木体 这同做的 就是同体 这个话 没有讲到正 你讲的都偏了 如果讲的话 不管是木头的佛像 还是同做的佛像 甚至哪怕是繁体肉胎的 它所有的体 都是真如是像 这样的话 这个真如 这个体 就是没有任何一路在外 至大至刚 圆满无余 这个讲正体 它就是整个宇宙 十方三是充塞无余 所以它的两个字的能量 含射量特别大 这个才叫正 不然怎么叫做正呢 所以这个正子 不光是这个好像正邪 正歪来比 它这个正子的力量 特别大 就是充斥一切 下面说体如而行 则是不行 不行而行 明如实修行 这个体如而行 也很难表达 体就是身体 我们讲体会 体验 如就是真如 诸法正体 什么叫体如呢 体如就是说 和这个诸法的正体 真如实相 成为一体 这叫体如 你跟它成为一体了 所有事件万法 一切万象 山河草木 宇宙星汉 一切善恶 一切等法 你跟它完全一体 就是这个叫体如 体如而行 说你随顺 比如说春天到了 这个万物 春天跟草木是一体的 那么春天生出草木来 它还能 还一个个就种吗 它就是体如而行 它是没有什么行不行的 自然的万物 这个草木 信心向荣 就生发了 那么作为菩萨呢 它这个大慈悲心 这种大智慧心 和所有一些万法的本体真如实相 它是成一体的 它没有分别 没有一点点一路在外 是没有一点点间隔的 那么这样它所修的行 你不管是万物生长 甚至你一切众生的信念 起心动念 起起落落 生生灭灭 过去未来 它完全都跟你成为一体 那么在这样的大一体的状态下 它所起的行 甚至这个星河的运转 宇宙星汉 所有这一切 哪怕你宇宙的生成 到破灭 我们觉得这个大 宇宙大爆炸的事件 但都在菩萨这种 体入而行的大心当中 它都是一点不动的 急然不动 所以体入而行 则是不行 它没有什么行不行 因为它本来就跟你一体 哪里什么行不行呢 那比如说 我们讲一体就没有行了 比如我们坐车 你坐上火车了 你跟它成为一体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这个火车在跑 对不对 那么你坐在 你站在路边上成为两个 你看 它在跑 那么你坐了跟它一体 你不就是 你拿来什么 你拿来看它跑不跑呢 不就不行了吗 这是简单的比喻 就如果我们跟真如的本体分开了 我们这个妄想列出来了 那你当然 你就不能够达到什么 不行 你觉得我在修行 我在怎么样 那如果你跟它一体 你当然也就是感受不到这种行 因为一体 一体的作用 而何况这个体它是其大无外 它也没有任何的所谓参照的背景 它完全充斥 不行而行 虽然讲不行 但是并不是死灭的状态 它有随顺 法性 智慧清净业 自然生起 所以不行当中而有行 那么这个行就叫做如实修行 这是非常高的境界 所以禅宗也经常讲 比如禅宗圣道门讲什么呢 这个叫称性起行 不修而修 修而不修 你要称性 这个性也就是所谓的 这个如 法性 真如是一样 我们也经常听到说的 万法从本来 常自极灭相 这一切万法 它本来就是极灭 那么既然极灭的 哪有什么行不行呢 连生灭这些都谈不上了 这个是本来 也就是所谓的诸法正体 是法诸法位 世间相常诸 世间相如果我们看起来 生生灭灭 可是一佛菩萨 他能够体如而行 跟这个万法一体 这个世间相在佛菩萨来 他就是世间相 常住 没有生灭 这个都是菩萨的一种境界 而且是高位菩萨 体为一如 这个体为一如的体 是诸法正体的这个体 和体如而行的体 这个体如而行的体 是动诸 诸法正体的体是名词 是不一样的 这体要体为一如 这个体是名词 诸法的正体 都是一个 就是一如 一如 如就是业 那么意相分为四个方面 来解释它 来说明它 而意分为四 这叫意分 事故四行 以正统治 那么体是都是如的 所以这个虽然分为四个行 这四个行都是从 诸法的一如的正体里边 不同的角度的解释 所以这四个行都叫正行 他前面就说了 菩萨有四种正修行功德成就 所以用一个正子 来统设四种行 都叫四种正修行 是要表达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正 它的意思是非常好的 叫一个正子 所以我们讲这个正 你看有多少 这个意思多深啊 我们东西放的正不正 还偏了还是歪了 我们做的正不正 也是正 你路线走的正不正 也是正 但这里讲的正 那就不是一般的正了 这个正已经包含了 所有的一切 这个一正统治 大家明白吗 统是统帅的意思 这四种修行啊 在《网三论》里面就讲 一个是一念变智 这个不动变智德 一念变智德 还有呢 供养诸佛德 还有呢 变世三宝 就这四种行 是菩萨四种修行 这四种修行呢 都是正修行 它为什么可以都叫做 这个四种正是没有区别的 一正 是一个正 一正统治 这四种正修行 都是一个正 那为什么能够叫做正呢 因为这四种都是 顺了诸法的正体 是体入而行的 那么这样的修行呢 它是不行而行的 它是如实修行 那么突然想到呢 我们上的大师 讲的五种正行 那五种正行的话 如果从这个体入而行 一正统治 也很有内容 也很有 这个境界啊 也非常的高 五种正行 第一个读诵正行 我们读诵三部经 这三部经呢 它本身所圈识的 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是真如实相 所以叫我们读诵这三部经 就是正行 是以我们所读的经典是正 然后呢 规范了我们能读的 这个修行是正 那如果你读世间的书 能够叫正行吗 那都歪理邪说 不知道去哪去了 对不对 然后你跟真如实相 根本就是扯不上别人的事情 那读的都是 这个世间的书 你再怎么证都证不了 第二呢 就是 第二是这个观察正行 观察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三种庄严 都是真如实相 所以我们来观察这个 也是正行 也是如实修行相应 那么礼拜 礼拜的对象是阿弥陀佛 那不用说真如实相 那我们来礼拜才是正行 你礼拜土地菩萨 那就不行了 你礼拜什么 还有得拜那些 什么大仙之类的 那这歪的不能到哪去了 所以以我们所礼拜的对象 这是正修行 也是如实修行相应 所以这种五种正行 想起来都是如实修行相应 还有第五 第五点 那我们看如实修行是不容易 如实修行 是地上菩萨修行 是法藏菩萨的修行 是极乐世界大菩萨的四种正修行 那我们凡夫哪有呢 所以凡夫没有如实修行 那么也引了三条文 首先看网圣人柱这条文 读起来也是非常的过瘾 讲得很透彻 跟前面那一段是翻对的 众生从有禄心生 你所修的功德 从有禄心所生的 这有禄就是染物 就是颠倒 不顺法性 所谓凡夫人天诸善 人天果报 若阴若果 皆是颠倒 皆是虚伪 事故名不识功德 我们哪里有如实修行相应 我们哪里有如实功德 都是虚伪 都是颠倒 所谓的虚伪就是 不能够让我们 就近解脱生死轮回 不能设众生入必经境 不能达到涅槃家乡 这就是虚伪 就你修到后来是一场空 竹篮打死一场空 不是说你去故意骗人 你很认真 但是最后还是 虚了一场空 怎么样努力 怎么样的精进修行 到后来解脱生死 一场空 这不是虚伪吗 不是假的吗 那么颠倒呢 不顺法性 这就是颠倒 没有契合真如正体 所以讲正 哪里有正 诸法是相 真如是计 这就是正 那以我们净土们来讲 这个名号 极乐净土 这就是正 安勒吉也说了 真如是相 敌一空 曾未错心 真如是相 是诸法正体 敌一空 但是我们根本修不来 曾未错心 从来就没有 跟他碰上过 观金苏也说 虽其三业 名为杂毒之善 以免虚假之行 不明真是业也 虽从谈乱 道错到善倒 这是一脉相成 众生这边 没有如实修行 都是假的 不过现在好了 真如是相 我们是 曾未错心 可是如果借由名号 念念支持名号 念念就是真如是相 如实修行相应 就是我们自己 自立来讲 不可能跟真如是相 契合 可是这句名号 本身就是真如是相 真如是相 本来是拿不出来的 没办法言说 心不可思 言不可表 这就是一切菩萨 一切法门 你要讲到这个地方 再有智慧的人 文殊菩萨也讲不出来 为末节 这个大居士 他只能是 默然渡口 此处不可说 所以心思不能及 言语不能表 言语道断 心情触灭 那我们法藏菩萨 他之所以伟大 他之所以优胜 这个法门之所以殊顺超越 就是把这个不可说 不可见 不可心思言表的实相 把它成为一个 可说 可称 可以让你抓得住 看得见 可以来直尺的名号给你 这个就不得了了 这个法界是个大的发明 这个产品 那是不得了 所以这个施方诸佛 他也不能把这个实相 怎么把它捏出来给你 这样的空间 我把它空怎么给你 抓上来给你 我给你 你拿拿不到 我怎么给你 这个法杖 这个不得了 就把真如实相 给它成为一个六个字 你就给了 而且你还拿得住 你只要念 你就可以去 真如实相 你这个怎么得了 这让我们凡夫一切众生 就可以如实修行相应 就能达到 从 赦众生入必经济 从梭婆苦恼的此案 就给你架了一通桥 自古以来 梭婆世界 晦土跟净土之间 你是没有桥过去的 除非你自己 证悟 无神乏人 那你就可以进入了 涅槃境界 现在阿弥陀佛就在你 梭婆世界跟极乐世界 这个是光和暗 两 势不两立的这么一个 有光就没有暗 有暗就没有光的地方 他居然给你架了一通桥 有了六个字 从这个底岸 梭婆的苦恼界 你让我们凡夫众生 你说一般的圣道门的修行 你有我 你就不可能是无我的 对不对 你有我就不可能是无我的 那么你有烦恼 那你现在当下 就不可能是涅槃的 你就是造业的 你就是轮回的众生 这样的果报 可是阿弥陀佛这个修行的法门 在你是有我有分别 不断烦恼的情况下 能让你得涅槃分 能有我的时候 能达到无我的作用 你觉得这个怎么可以思议啊 你有分别的时候 能达到气阵 无分别的境界 你念念 求生心很强 你可以往生到无生的暴徒 唐朗大师讲的 这个自然求生 比如冰上燃火 活蒙则冰液 冰液则火系 这是不可思议啊 如果我们仅仅讲 圣道法门的这个道理 比方正如是相 言不可思 语不可表 言语道断 心情触灭 你这样讲不可思议 固然是不可思议 但是把这个不可思议的 都能够成为一个看得见的 让你能够接触到的 这个是真正的不可思议 你比如说现在阴间 我们每个人去过阴间了吗 你没有去过吧 对不对 那么阴间给我们阴阳两格 那么阴阳两格里面 居然把阴间的那个人 把它调出来 让你看得见 让你可以跟他去走 这不是不可思议了吗 那我们现在都是两格的 比方阴阳两格 我们娑婆会进两格 跟进土是隔开的 可是阿弥陀佛有本事 搞一个例子名号过来 通上了 我昨天又发现了两只苍蝇 我前天发现的是一只苍蝇 昨天发现了两只苍蝇 当然有一只苍蝇 它开屋了 它怎么开屋了呢 看下这个玻璃门 哎呀 外面的风景真是好 大明湖 还有树 还有草 还有花 外面一片光明 空间那么大 哎呀 前途无量 他看得很清楚 他确实看到了 这就开悟了 就说 对所有的东西 这个 看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都讲得很明白 看哪个地方 有一片瓦 在过去 在过去 是一棵树 那你怎么 你说讲得不对吗 讲得很对 但是 他被这张玻璃门挡住了 他怎么飞也飞不出去 所以你看到没有用 这就说 开大屋的人 大车大屋的人 还是凡夫 你大车大屋是 我承认大车大屋了 你讲的就都对 但是呢 你夜战的玻璃挡住了你 这一层 无始接来的夜战的玻璃门 挡住了你 那么你自力休息 那两个小翅膀 苍蝇的两个小翅膀 你怎么飞 你能冲破这个玻璃门吗 你冲不破 对不起 你还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车大物 仍然是凡夫 还有一只小苍蝇呢 第二只苍蝇 他也是 他连玻璃门都没有碰到 他也没看到外面什么 什么鲜花绿草 他没看到 但是呢 他运气比较好 他旁边呢 有人给他挖了一个孔 有管道 他顺着一小管 一飞就出去了 这个管道什么 就六字名号 就是净土门的修行人 他即使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 没有看见 没有玻璃里面 没有看见外面的景象 但是他一旦飞出去 他怎么样 哎呀 小苍蝇 好不快乐 对不对 他能够受用这个外面的清风 外面的阳光 那么你看得到 你受用不到 而且他可以盯到这个花上 可以盯到那个草上 他回头一看 哎呀 我开屋的那个兄弟 师兄弟怎么还在那个玻璃门上扒着 你出来呀 他说我出不去 你出来 他说我也看得到 我出不去 你被夜战的玻璃门挡住了吗 旁边有个孔 那不行 那是黑乎乎的 那里虽然黑 但是那个地方浅通佛制 暗和道庙 那他没有走到那个地方 我们里面做那个 是那个孔爬得出去的 当然不是我们这个藏颜云比较厉害 我们看你们看着 是因为六字名号给你创了一个孔 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边 夜战的墙把我们堵住了 跟外面极乐世界的广大空间 是隔开的 那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就给你创了一个孔 你如果靠自立修行 就是你看得很清楚 你也是白看 我们看第六点 欲如实修行相应过 就刚才你说过了 双弦二义 这个欲这一个字 它能显示两种含义 欲就是你想 你只要 你想要趁平修行相应的话 就要称明 称明 哪两个意思呢 第一个 称明 你就能够如实修行相应 不然他为什么要称明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才称彼如来明啊 那么第二种意思呢 你如果不称明 你就不能如实修行相应 所以我们才要 欲如实修行相应过 来称遍彼佛的名号 相应是相应于事相 那么也有人讲了 你要相应 你要发四十八大愿 跟法藏比丘一样 发四十八大愿 天津普达没有这样说 他说称彼如来明 就是欲如实修行相应过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二点 在第二点啊 列的法语比较多 我们第二点说明 称明即是如实修行 当然这个称明 所谓的如实修行 也有两种状况 一个如实修行 第二种不如实修行 我们这里是讲如实修行 这个如实修行呢 有两种理由 刚才说过了 一个由如彼如来光明志向 第二点呢 是如彼明义 这虽是两句话 但是呢 他们之间是关联的 你能如彼如来光明志向 也就是如彼明义 能如彼明义 也就是定是如彼如来光明志向 我们先看第一 如实契合相应随顺 比如来光明志 是何等相 你要如彼如彼如来光明志向吗 彼如来光明志是什么样的相呢 所以如彼如来光明志向 就是随顺着阿弥陀佛 他的光明智慧 这个相虽然一般解释为相状 这里呢 可以理解为 它的作用 功能 意义 就是我们念弥陀的名号 就是随顺着阿弥陀如来 他的光明和智慧 一种大的作用 顺着他这种作用 那你当然 你顺着阿弥陀佛的光明 顺着他的智慧 契合了他 让他的光明 做智慧 作用在你身上 称赖弥陀名号的人 起作用 这个当然就是 如实修行 弥陀的光明和智慧 就是真如实相 契合的 完全是一体性的 那我们底下来 列了一些法语 先看网上论著 佛光明是智慧下 能除十方众生 无名黑暗 我们看佛菩萨的后面 都画一个背光 我们说佛菩萨是有智慧的 这个智慧 到了极点 智慧为体 他一定有他的像 反映出来 我们说 人有哪里有智慧 你有智慧吗 我怎么看 你后面没有背光 对不对 你真有智慧了 你肯定有光的 你往来一走 你身上都放光 那你就有智慧了 我看你坐那里 黑乎乎的 晚上坐房间里 我坐那黑 你坐那里也黑 哪有什么智慧 智慧是光明像 对不对 那个光明是智慧之像 那里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 他坐在那个 晚上坐在树林里边 他用的光就放出来 就照到了 其数极孤独长者 极孤独长者 他要迎请佛的 赶紧去半夜 就顺着这个光 就走出来了 一看走到树林当中 看黑夜的 光怎么这么大 从黑夜当中 就顺着光走过来 一看释迦摩尼佛 坐在树下 整个树林就照得 特别的柔和光明 佛啊 不可思议 当然佛的光它可以放大 也可以缩小 好 我们今天这堂课 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栏 阿弥陀佛